继续关注曾志强解读道德经 到底是知难行义还是知义行难 当然很多人会说 当然是知难行义 你知道了你就很方便做 其实这个仅仅只局限于科学的部分 你不知道开关在哪里 你一旦知道了就在这里 这样就开了 可是道学刚好是相反的 它是知义行难 它知道但是很难做到 所以在道德经第七十章 老子就很感慨地说 无言胜意知 我所讲的话 你一听就懂胜意行 你做不做而已 你要做你马上可以做 问题你不做 那我没办法 但是呢 事实上 刚好是相反的 天下莫人知 莫人行 你跟天下的人那么多 根本就听不懂 也做不到 为什么 老子接着 他就告诉我们 原因在哪里 他说 言有众 事有军 任何一句话 你一定要找到 他最原始的起源是什么 你看老子 他不太讲 我认为 他从来没有说我认为 他的我其实都是用无 无就是五个口同时讲 才叫无 他就是讲老祖宗讲的话 前人所讲的话 那为什么要用前人所讲话 因为他们讲的话都经过 时间的考验 经不起时间考验了 两三年就被淘汰 传不下来的 所以言有众 讲话一定要根据老祖宗 那种传很久的 因此呢 我们叫他为 极前人之大臣 你看孔子也是一样 孔子也没有说 我认为 孔子 他就说 天无言 天根本就不说话 那我还说什么话呢 所以弄得他的 学生很紧张啊 老师 那你再不说话 那我们怎么去跟人家说呢 你看从这句话 你就听出来的 学生不能随便 对外面说话了 否则 你就有入师门 你就出卖老师了 事有军 任何一件事情 都有他主要的原则 所以为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 所讲的话 都不太一样 因为立场不同 你只要立场不同 你就应该讲这话 不应该讲那的话 就算你心里头想的是那样 但是你除非不干这个事 你干这个事 你只能说这种话 这个叫心中有主 我心中有个主 这就是现在人为什么 有些事情他是知道的 但是他做出来 完全是乱了套了 走了样了 就是因为他们有说话 要根据前人的话 做事情要根据你所在的立场 我有一次在伦敦 去一家中餐馆吃饭 坐下来 我点菜 我说这个 他说这个不好吃 我说那这个 他说这个菜 没有了 我就放过来 我说那这个总该有吧 他说那个 只有一个厨师会做 那个厨师今天正好请假 我就把那个菜单收起来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搞的 因为这是不正常 他就跟我讲 他说既然你问了 我就告诉你 我本来就是这家餐厅的老板 可是我喜欢赌博 我就跟我的厨师赌博 你赌赌输了 整个餐厅变他的 现在我替他打工 所以我心里很闷 很怨 很气 所以我就用这种方式 想把它搞垮 果然不出所料 他的立场已经变了 老子认为 自己的思想之所以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就是因为 虽然老祖宗 有很多智慧流传下来 但是因为每个人 所处的立场各异 认知的程度和做事的方法 就完全不同了 对于这种情况 老子是什么态度呢 他告诉我们什么 不为无知 是以不我知 他说只有那些 无知无欲的人 他才不会到处去 要人家知道他 你知道什么 知道他的厉害啊 现在人就是到处 想要人家知道 他的厉害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知道我有多大能耐吗 你不相信 你要试试看 都是这种 这种人他是离到很远的 你根本不用花时间去跟他打交道 他连那个下事都还不如 因为下事听完以后他还会笑啊 他不会笑 他完全违反了 到处炫耀 到处脏狂 到处卖弄 唯恐人家不知 老子讲老子如果活在现在的话 我看他躲在身上里面 他不愿意出来 唯有那种无知无欲 才会不为人知 是以不我知 所以他们才不了解 我讲话的用意做什么 才不会很冷静的 去面对我所讲的话 他不会 一般人 他好求知识 所以反而不明道 这是老子反反复复复地讲的 为什么唯学之意 唯道日损 你看那些越有学问的人 老子讲 他听到道就说 这个我知道 那就是道教的经典 跟我们无关 那我不想他读什么书 知我者惜 越来越知道老子所讲的道 这人越来越稀少 知我者贵 所以能够按照老子所讲的 一道而行就显得更加珍贵 为什么 因为物与稀未贵 知道的人越少 道德经就越可贵 不要说那没有几个人读 就是没有几个人读 但是老子有没有生气 没有 他说知我者稀 则我者贵 天下真能了解我的人越少 那你知道我所传的这个道 越高贵 越值得珍惜 才更加值得我们少数人去读 这种观念才是正常的 是以圣人批和和怀育 所以你看圣人 他为了不让人家知道他是圣人 所以他就披上一件初步衣服 跟大家一样 我们内怀才德 要把它当作宝物 要很珍惜 不要随便丢掉 但是外面要照以初步的衣服来保护 里面好东西 才不会伤死掉 才不会受损伤 这样才叫做品德高尚的人 四个字 疲和怀育 疲和怀育就是一个人的修养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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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